這次是為大家介紹一個又簡單又有益又低脂 以及很健康的前菜 這個沙律最適合是何時用呢 最適合是我們支付朋友來的家 我們還未預備好食物給他 但又想去坐在那裡吃點東西 最好就是這個梳果 首先我們介紹材料 我們首先有四樣的梳果 第一樣就是黑麥瓜 有些青瓜 有西芹 有紅蘿蔔 有番茄 至於其他這些材料 有幾樣的 我們稍後再看看 首先我們看看怎樣去做 這些青瓜你可以批皮又不批皮 這個紅蘿蔔要批皮 這個我們需要很少份量 這個黑麥瓜 最主要就是和大家看看這個西芹 西芹如果你就這樣吃 因為這些全部生吃 就這樣吃 你這條邊就很暗 所以我們首先就要批一批這一邊 將它一批批好了 我們就切下去了 將它切到一條條 我們看看 這裡我們已經切好了 那些番茄呢 我們都將它切了細細粒粒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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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它切好之後 所有的切好都放在這裡 好了 我們就預備一包 這個叫沙沙 其實這個叫沙沙的沙律 這個很普遍的 這個 就是比較印尼 印度 他們都會用這一種的醬 我們加少許的粉 這裡很少份量 所以我們只需要三分一包 如果人數多的話 你可以多一點 我們留下一次用 我們加些粉 放進去 裡面全部都是些草莓 有少許的辣味 但是很開胃 待會我會繼續告訴你 如何去吃這個番茄 好了 我們拌好了 放在一邊 首先我們預備一個 這樣 這樣預備 兩個杯 很隨意的 你家裡有什麼 你就放什麼 我們把這個沙沙放上來 放一個匙巾 就是這樣 好了 那你這個沙沙怎樣吃呢 我們就開一個這個餅 這種餅其實 時機市場會買到 這個是低支的 這個餅 是一個健康的餅 主要是貨 用來放一些 你可以做小吃的餅 比如我們放一些芝士上去 放一些蔬菜上去 也可以的 我們可以這樣吃它 把它放上來 讓客人自己拿一下 我們這樣放 把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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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整齊 你喜歡怎樣都可以的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讓客人來到 隨意了 自己拿 自己拿 自己包 好 另外呢 我們有兩種醬 這兩種醬 就是沙律醬 這個沙律醬 這個有蜜糖味 蜜糖芥辣 很好吃 這個千島沙律醬 它有什麼特色呢 這個是沒有醃料 還有沒有脂肪 這兩個醬是非常健康的 我們把它放在桌上 我們要把它放在桌上 我們要把它放在桌上 把這些生菜 我們已經切好了 放上來 這幾樣東西 把它切到一條條 放上來 好了 好了 這樣 我們這兩個醬 把它放在這裡 這個又漂亮又有特色又健康的 梳果前菜盤就做好了 我們吃的時候 點來吃 點一個醬 就這樣吃 是不是 或者你喜歡點這邊 也可以點這邊來吃 好了 大家可以試一下做了